大家好 我是阿凯 我现在依然是来到华强北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今天有个同学的粉丝叫我帮他淘一台 充声音的fc pro max 那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符合要求的机器 现在呢 我是在市场找了很久 找了这台啊 屏幕边框都是非常亮的一台 iphone c pro max 刚找的前两家档口呢 城市都是不怎么好的 我省上这台是256g的充声机器啊 目前市场拿货架是5000出头 搭载的是a13的处理器啊 作为去年的奇艺人机房 性能还是非常强悍 电子效率还有百分之百二手的价格 新机的体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 接着再去看看iphone xs max 每版无锁 亮机程式啊 目前256g的价格是3000来块 每版的机器是只支持单卡的三网通啊 也是直接插卡就可以使用的机器 搭载的是a12的处理器啊 6.5寸的内屏 刷视频看电影都是非常不错啊 后置是1200万的摄像头 拍照还是非常清晰的啊 再仔细检查一下 边框没有划痕磕碰 我们就直接带回家检测啊 再来看一下 X啊 同样是美版无锁机器 目前市场六四的亮镜拿货架是跌到两千来块啊 搭载的是跟xmax一样 a12的出行器啊 不过x是单层主板的设计 打游戏散热效果会比双层主板的xmax要好一些 反观屏幕显示就没有那么细腻啊 这点小伙伴就自行衡量了 现在再去长城看看安卓的手机啊 我手上这台是华为的mate30polo 目前市场8加128的5g版本拿货架是4000多啊 可以看到手上这台城市是非常新 没有一点磕碰划痕啊 边框缝隙也是没有分心过的痕迹啊 搭载的是7099里的处理器 现在使用的话还是依然的流畅 感受不到什么卡顿 拿来作为主力机使用的话 再占个三五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机器拿的也是差不多了 我是阿凯 我们下期再见